登登登登 工商服務時間 唉 因為疫情 很多事情想做都做不了 想要環島 沒辦法 剛畢業找工作 找不到 就連跟朋友約唱KTV 到了現場才想起來 原來我根本沒有朋友啊 這種寶寶心裡有苦 但寶寶不說的心情 好痛苦 不曉得有沒有這種舞台劇 可以抒發我的苦悶呢 好消息 好消息 你的心聲 理想國的劇團 聽見咯 2022理想國的劇團 騷人爆蛋加眼 開賣咯 你不想努力了嗎 你也是 在哪裡跌倒 就在哪裡躺好 hashtag 躺好躺滿的人嗎 那就來看騷人吧 新瑞編導 歐摩的代表作品 耍廢世代的 無聲吶喊 討論現代人 該何去何從的尋根之作 理想國的劇團 臉書 IG 粉絲 專頁查詢 未來的煩惱 交給未來的騷人們 去解決吧 hashtag 我要看騷人 很多人都會問問題說 請問這個行政酒廊吃得飽嗎 可以一直拿嗎 等等等等 這句話有問題耶 行政酒廊不是讓你吃飽的耶 他的重點是在這一個飯店 我會把你的螢光筆摔斷 你許什麼願啊 我說我不要看柱撞物 那個那個 一號房的林先生 他臉很臭 你水果多放一點 我怕他等一下客訴 你要叫他記得不要放香蕉 本來好東西 就是要複雜的 複雜就要花錢跟花時間 每一次的旅行都有不同收穫 每一天的生活都要充實精彩 歡迎回到這裡胡說 你是在做紅苔喔 做什麼紅苔啦 台南風這兩天好大 但是也好熱喔今天 沒有啊 前幾天實際吐啊 跟台北一樣 但是風很大 然後白天就非常非常熱 我跟你講我被吹走耶 你這麼胖 然後受風面積很大 大家好我是杰棘大叔 大家好我是奶茶 呃我們現在人在的這個位置呢 是剛好在台南某一處角落 很邊邊的角落 很邊邊的角落 然後大家有還蠻有興趣的一個 連鎖飯店的一個飯店 連鎖飯店的一個飯店 你連講話都不會講 連鎖飯店品牌的一個飯店 嗯然後它是一個蠻新的飯店 所以對很多人來講蠻有吸引度的 哦 那很多人就會說 欸新飯店也去住住看 哦哦 然後就會出現一些 嗯哈嘿哈 嗯 第一個是新飯店 其實它還有是營運或者說營運的專業訓練需要被調整 我必須說人才的養成跟培養還有SOP的建立是很花時間的 也很花錢 很花時間的 請再聽一遍 我的老嫂 大家好 我是傑西大叔 你為什麼你剛已經講過啊 我講過了嗎 對啊 我昏頭了嗎 你想睡了是不是 沒有是你想睡了 我真的很想睡 我剛有打招呼了 有啊 乱來 大家都知道你是傑西 是那個上Apple Podcast精選的 這裡胡說傑西大叔 好嗎 不不不 撕成那個奶茶团章好不好 亂講 亂來 好這個飯店的我必須說他還蠻符合我心目中的這個系統 對於這個品牌的期待 哎怎麼說呢 這個品牌不就大家手之的連鎖集團 然後這個連鎖集團不就長那個樣子嗎 沒有 大家都要刷房碗啊 這我跟你講我跟你講 這個連鎖飯店 話都不會講 連鎖飯店品牌的就是他品牌既然多他就會分等級 哦這個我知道 從汽車旅館 哎 一路到六星級 哦 的那種級距拉很大 OK 所以這個意思代表著你是用什麼標準來住這個飯店的呢 呃就是 汽車旅館你會期待什麼 汽車旅館就有得住乾淨這樣就好了 哦對啊 然後不要臭臭的髒髒的這樣就好了 就這樣啊 嗯哼 就這樣子啊 就是你不要期待那麼多嘛 OK 我就是要講這個 我沒有什麼期待 可是問題是他超出我的期待的部分是第一個 嗯這間飯店還蠻妙的 他所有房間都是海景 對對 欸那個林先生您今天我們有幫您升等為海景房 沒有沒有沒有 高樓層海景房 然後結果 高樓層要加價的 哦原來啊他有那就不錯啊 他有幫你升等啊 啊對 可是這間飯店他在這個系統裡面是不會做任何其他額外的升等 你這樣講是這一間飯店還是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 OK他這一個Level的品牌裡面是不管會員權益的這個意思嗎 嗯 不管部分會員權益 就是他會員權益不是全部啊 就是跟我們買機票或者是買一用一些信用卡是一樣的意思 你到哪個等級你就會享有12345 到哪個等級只有123 對 這些權益這樣子 對 那所以他是比較中低階的產品 對啊 嗯哼 就這樣子啊 OK 你不用想到什麼 他他就是看海方便 所以你走進來不能跟他說 為什麼你們家沒有行政酒啦 我不會說這種私禮的話 哈哈 因為你知道 我知道 而且第二個我嚇到的是他居然有會議室 這個飯店品牌 嗯哼 本蛋 不應該會有會議室 他應該就是比較年輕 然後純住宿的這種品牌 很單純 然後不會有太多額外的那些設備 有的話都是QD 呃 譬如說很大很大的兒童遊戲室 呵呵呵 欸 這間 這間我還是真的搞不懂 為什麼大家放兒童遊戲室 他真的是為了市場 生存而戰吧 去弄出來 我想也是福印台南這個地區居多 都是親子家庭旅行會比較多 哦哦哦 那可能會稍微強調一下這個特色 也是啦 有小孩放電設施 哦 因為另外一間沒有吧 欸嘿 沒錯吧 我記得沒有啊 呃 一點點啊 有啊 有啊 還是有啊 就是星級以上的一些設備還是會有 但是你說我們現在住的這一間 因為他沒有到那個標準配備 所以他有就像你講的 不期不帶沒有傷害 但是跑出來的時候你會覺得 哦他有欸 我覺得現在呃有些狀況 那我們點出來就是有一些朋友他其實是期待過高 哦 期望值過高 我應該是說有些該有的期待 比如說飯店乾淨這種東西 他是基本的 他是基本的 這個我沒有話說 OK 對 這個就是你想要怎麼要求就怎麼要求你 嗯哼 你 可是有的人會說啊 哦 我花了五千塊住一個飯店的房間 為什麼他那個飯店沒有游泳池 你知道養一個游泳池很貴嗎 對 就是他本身飯店設定 嗯 可能就不會有游泳池 這一個設計 這個你都來到這裡了 你要跳下海區嗎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就是你的時間 你的比例 你真的要玩水 嗯 台南 哦 有啦 有啦 你可以直接去挑有游泳池的飯店 這樣標準比較明確一點 你不能去到一個飯店 然後直接撞到櫃台去問說 為什麼你這個也沒有 那個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啊 問題是你訂房之前就知道了 對 譬如說 我覺得我可以講一個我自己的例子 我不是說我去到哪一個飯店 我都要要記憶診嗎 嗯 可是我那一天進來的時候 其實很瞎我知道 因為呢 我記得上次你住這個品牌在台北 就沒有了 就沒有了 對 但是我還是想說 诶那我就試試看 試試看 嗡嗡看 但我沒有期待 因為我自己也有準備 對 然後呢 我就打電話下去問說 請問你們有寄一枕可以選 你那個孩子很大 哈哈哈 然後結果呢 呃 桂台服務人員跟我說 哎 我們沒有給這個選項的選擇 嗯 那我們提供的就是床上的那兩顆枕頭 這樣子 就很簡單 可是問題是這個品牌飯店品牌系統在中高階的飯店他是有額外的枕頭選項給你的 對他其實對應的就是你使用一定的房價會有一定品質的服務嘛 對然後你去住到這些新的以上的飯店標準 嗯 那所謂新的以上的飯店標準不見得是用台灣的標準有可能是用世界的標準也不一定 那他會對應到譬如說他有幾個餐廳啊他有幾些設備啊會議室啊有沒有游泳池啊這一些都會在這些星級標準裡面 嗯如果是以這個品牌來講的話他就叫做精選服務 Select Select Services OK 我在我自己單集的時候有講過 OK 那這個東西就是他不是Floor Services 比如說這種飯店的話沒有門房 啊不會有人幫你開門 你車停門口不會有人幫你開門哦各位朋友 也不會有人幫你收行李 呃是 嗯哼對 然後你也不要期待說他們會給你多餘的服務 嗯他們想要設那個門房都不行哦 呃這個是因為他們設置標準加入這個系統的設置標準 對 就有規定了 對他有些東西是呃一致化 OK 那為什麼要一致化就是說像我這個這種老屁股 嗯哼 我找到哪邊我只要看到這個品牌 我就知道他的大概服務有哪些 所以我有需要額外服務的時候 我就不會選這個品牌 講的比較平時化一點 就是譬如說如果你去住 這個系統裡面的這個品牌 嗯你可能連備品都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對啊 顏色都知道他長什麼樣子 香味是怎麼樣子 OK 對 所以不用適應嘛 他的目的就是到你不要適應啊 比如說他的高階品牌那個香味就是那個香味 OK 然後他的床墊使用什麼床墊 可能那一個 等級要求是到那邊 對那你可能習慣了某一種床墊的時候 你就不會再更換這個品牌了 對 這是他們這種連鎖品牌設定標準的時候 一致化的要求 而且他世界旅館這麼多 對啊沒辦法 因為你只要哥沒辦法睡那種 很爛的床 太胖太胖 是因為太胖了需要很強大的支撐力 難怪昨天按摩的時候那個按摩師疲累累 你不要這樣講 你按摩師也是疲累累喔 對他也覺得累累的這樣子 OK好 所以呢 現在這個是我們前面要講的 但是我們後面來講一些過去曾經發生過的例子 那我們沒有要引射誰也沒有要指責誰 但我們把他拿出來做一些討論 然後用世界的視野去看這件事情 不是 今天不是來吵架的 我們不吵架的 哈哈哈哈 OK好來第一件事情是 我們講很多人其實訂房的時候 都會希望自己可以入住行政酒廊的房型 可以使用到行政酒廊 這個人之常情就是說我希望要用最低的金額換取最高的服務 或最多的服務 對 能拿到的都是你的這種想法 對 但是我覺得第一件事情啊 你也要有時間在飯店慢慢享受 對 如果你今天晚上10點才check in 然後明天早上8點就要check out 你買這個幹嘛 很多東西他的服務是要求細緻 你是要有時間讓他去慢慢摸 然後慢慢提供給你的 你連想要說那個比如說那個服務很細緻 然後衝衝衝衝衝跑來拿給你嘛 這根本不elegant嘛 不優雅 所以行政酒廊是要優雅的意思就對了 對啊 連放盤子都要很小心 OK行政酒廊他最基本的原意 今天要講你行政酒廊是不是 沒有我們講一下嘛 就是我們既然提到這個主題 以行政酒廊為標準 對 為出發題 行政酒廊他之所以會設置這樣的行政酒廊 他的用意是什麼呢 行政酒廊就是讓你去認識新朋友 欸那不就是酒吧就好了嗎 認真的喝酒不開車 請弟弟 喝酒不開車 開車不喝酒 會滿18歲 請問酒 應該是說有一些商務客人 或是比較高端的客戶 他們需要有一些安靜可以辦公休息 或者是可以談事情的地方 對他需要跟 比如說客戶來的時候稍微講幾句話 有時候飯店就是房間裡面不方便 那你可以去勞比啊 為什麼要去行政酒廊 那人多啊 OK 雜亂 或有些商業機密沒有辦法被在那裡討論 對 所以其實行政酒廊那時候的設計 其實就是讓這些商務客人 因為通常比較頻繁住房的大部分都是商務客人 OK 那這個行政酒廊是解決商務客 在他們每天的生活當中會碰到的那些事情 比如說他有印表機 他有商務中心之類的 他有電腦 因為以前是以商務中心為主 對 後來就是行政酒廊 可能衍生出來就是 他們發現在這裡辦公的時間變很長 他需要解決吃的問題或喝的問題 對 可是那些吃的喝的呢 通常你在出菜的時候都會有飯局 所以那些吃的喝的都會弄得很精緻 所以你之前去商務旅行的時候啊 你真的能坐在行政酒廊的時間到底有多少啊 我能坐在商務酒廊的時間 就其實都在談事情 你也沒有認真吃 老闆在旁邊你怎麼吃 我講真的啊 你也沒有認真喝 老闆 老闆還沒掛你不能掛 不是 你嘴巴事情都還在講 其實我給你一個情境就是說 那種狀況就是 我跟你有重要事情講 那你只是說 啊你不知道喝什么 我幫你拿一個 然后一開始講 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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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会中途离席吗 不可能啊 就事情还在讲 对那说哦 我去那个弄个丑份 哈哈哈 这样对吗 然后我来吃个鸡饺 对 那通常这种状况下 你那个情境知道吧 就是你跟你一个 比如说一个朋友 嗯 你约在咖啡厅在讲事情 嗯 你就不会一直进进出出 所以就是说约谈事情 你不会约buffet的意思啦 嗯 因为buffet你要起来拿东西啊 你那么 哈哈哈哈 针对性的 我们要开始讲这个啊 OK 看到这个 没有我想要知道的是 其实我真的想录这一集 最想知道的事情 以台湾现在饭店的 生态样貌来说啊 有关于行政九郎这一件事情 对于你们这些商务课 或高卡课来讲 我们这些 我们现在是被定义成这个 这个样貌 你是成功的商务人士啊 会不会觉得格格浮入 或者觉得很繁杂这样子 我觉得你如果每一个人都是因为这样子 就我刚刚讲这种情境 呃 商务情境 我觉得那个那个吵杂的状况不会到那边 因为大家都是私密也很有礼貌 希望得到一个安静的空间 对但是问题是你今天你进来的人多 嗯 那你可能就是把这边当作 哪里 大聊特聊 我不想得罪了 哈哈哈哈 你终于开始 mention你自己了 我的意思是说 譬如说部分的行政九郎 他是不提供 比较小的孩子进去的 嗯 原因是为了 第一个可能怕吵闹 他就是你要瞧事情的时候啊 没事不要去行政九郎的意思 对啊 而且而且其实很多行政九郎 还有那个会议室 OK 你可以去借就是每天可以借几个小时 啊我们上次有在某一间饭店录音 对 其实大部分只要有行政九郎的饭店 只要空间允许 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呃 会议室可以让人家住 借 OK 有时候免费 有时候只要付一点点钱 所以这个就真的就是你不觉得 你平常你会约你老公去啊 我们需要去会议室聊一聊 哈哈哈 应该这么说如果是一般人的旅行 你还有行程 你还有活动的时候 其实基本上就像你刚刚讲的 不太会有时间去行政九郎做一整天 所以我就 打到这间饭店之后就很奇怪 他居然有会议室 啊哈 他可能看到是一部分的这种差旅市场是 类似那种度假形式的开会 啊有可能 对那个就是因为 看着海景开会 就像你去马拉嘎开会是一样的意思 一样的意思 就把你关在那个人身地不熟 然后交通稍微不方便的地方 开会 开会就关在里面 OK 但是眼睛可以看到海景的这种 对对对 所以其实他设计 设计的那个会议是我还觉得蛮妙的 OK 他一定有他的考量 他有他的考量 就跟他的需求 好 那这个就是行政九郎他们本来原生 因为我去过的酒郎算多吗 我不敢喊多 原因是因为前辈前前辈 他每天都在飞 他每天都在住饭店的人一定很多 对 因为你也知道我现在等级还不是最高的吗 OK 对这个人上有人天万有天 是这样讲吗 人外有人 人外有人天 好 重建 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对就是其实经常使用这些商务服务 行政九郎或者行政楼层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对 他不是因为他每天都在度假 而是因为他每天都有这些商务的需求 我跟你讲 我真的是跟老板常常就是约在 那个行政九郎见 四点行政九郎见 这样子 就开会啊 或者是我们聊个话 但是一开应该就是没完没了 不会啦 那个通常 因为行政九郎他毕竟还是办正事 OK 那个情景就是很像星巴克那种感觉 嗯 可是星巴克大家都可以进去啊 我讲的办正事就是说 你如果有更正经的事情 不会约在星巴克的聊 比如说他要把你炒炒掉的 哈哈哈 那种感觉 就要披世密 对 所以其实他那时候会有办 就是他等于是说他可能是50% 真的是50% 是有点休闲 OK 那种感觉 然后刚好有一些饮料啊 对 或者小服务这样 好 那讲到饮料跟小服务啊 我们就特别讲一个 最近啊 有一间饭店 然后他怎么办 大家要开始敲碗了 你到底在讲哪个饭店 对不起好 我们这集里面全部都不会讲名字 有一间饭店他拿掉了他行政九郎的热食服务 然后就被骂疯了 为什么要骂疯了 因为他只剩下饮料跟点心 当然他有提供酒精性饮品 我跟你讲 我现在差出来跟你讲 那个ANA的贵宾室 航空公司的贵宾室 是 他里面其实都是人的 都是冷的 不是都是人的 都是冷的 冷的 冷的 除了咖喱饭 cold这样 咖喱饭或者是他还有比较大的贵宾室 才有那个热的面条 其他全部都人 人饭团 人面包 连烤箱都没有 可是有些人会说 那这个行政九郎 基本上连食物都没有 只剩下小饼干 这 这 这 你不觉得欧洲也是这样子吗 其实 对 我正要讲 其实很多 世界上规格的饭店 也都是这样 台湾是因为 美食的国家嘛 所以呢 就会顺手推一些 可能小点心啊 之类的 但是就 大家越竞争 就开始在比菜色了 我真的很摇头 对 然后后来就会变成 很多人都会问问题说 请问这个行政九郎吃得饱吗 可以一直拿吗 这句话有问题耶 行政九郎不是让你吃饱的耶 对 但是大家会问说 没有热食 那我去干嘛 你可以不要 不要住啊 你可以不要住行政九郎的楼层 对啊 就不用花这么多钱 好 通常呢 你 你如果是一般 就是小白板 就是裸的 裸的 就是一般 那个 只要输入会员编号 就会加入会员的这一种 这一种的话 你通常是进不了九郎的嘛 OK 就是一般的 保养点数 这一种就是会员的 哈哈哈 够直接 很好 我喜欢 你直接加入电话号码 你就是会员的 但是另外一种 就是你要付 一定的钱以外 然后就可以住到 行政楼层 它是一个 相对来讲 付费啦 比较高的费用 对 然后他需要 住到行政楼层 他才会有这个服务 或者是你的一般楼层 必须加价使用行政楼层 才可以去 我跟你讲 还有一些饭店呢 是连高卡这种都没有用 也进不去吗 也进不去 你要住在行政楼层 Excuse me 你不是行政楼层 你进不去 那我是会员耶 也进不去 为什么呢 请拿出你的信用卡 再刷下去 再刷下去 就是它是加价的服务 而不是附赠的服务 对 我讲的不是台湾 你在台湾目前还不会看到 那么机车的 就是因为高卡会员 目前来讲都进得去酒廊 有酒廊都进得去了 那会不会变成 有一种叫做塞车的状况 塞啊 我刚才在看 某一间台北的 系统内的饭店 对 然后就已经开始在分流了 那间我跟你讲 短时间内我不会去 好像有人说 五月中以前不要进去 因为你是为了行政酒廊 才住饭店的吗 那是本末导致耶 没有人会这样说啊 你住饭店是为什么 我住饭店是为了那一天晚上可以住宿休息啊 你是为了休息 你是为了 旅程当中的便利跟串接 一个斗点 旅程当中的一个斗点而已耶 对 但是这个斗点我们可以把它画得很漂亮 你为什么要用荧光笔把它画那么大呢 你的重点是整 你听到我意思吗 我知道 但是很多人其实因为这两年可能国旅无法出国 然后大家的焦点会变成 我自己为什么会气成这样子啊 有些人会把饭店的住宿直接变成是旅程的惊叹号 它的重点是在这一个饭店 我会把你的荧瓜笔摔断 有我们早上在路上的时候就在讨论这件事情 那你如果觉得你花了钱要吃到饱 要喝到饱 要什么都有 其实你不出门就不会花到钱 我必须说 我现在这个 我不知道各位的状况 但是问题是我现在的状况是 我宁可吃的东西是精致的 因为现在真的吃不多 我们也老了不用吃这么多 也不用吃那么多的状况 像我宁可是好吃 但是你不要给我那种夹臭吧 我现在看到那个炒饭会倒肚 不是不是不是你要讲清楚 在行政楼层里面出现的炒饭是 火腿蛋炒饭 等一下 但我跟你讲 可是露露姐做的那个油饭我可以哦 那个是好吃的哦 不是 譬如说我刚刚讲的那一间 取消热食的行政楼层啊 行政酒廊 它其实之前提供的是米其林的菜色 那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这个相对 他愿意付那个钱去吃那一点点这样子 对 那可是米其林菜色也只是吃不饱吧 就一片一片这样子吗 还是一盘一盘让你去取用这样子 然后但是重要的是那一个米其林餐厅 其实订不到位 那其实相对来讲这个价值就会 大家觉得很不错 那但是他现在一旦取消 很多人就会说 那这样我就吃不到那一家的餐厅的菜色了 刚刚你讲的没有错 其实就有一点本末导致 你到底是为了吃去这个地方 还是为了休息使用这个行政酒廊 还是为了你这个住宿里面有一个很不错的attraction 然后直接去住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讲的你要知道你自己的能与不能 你要知道你去干嘛 对啊你如果没听过 你到八股 上一集的那个今天不吵架 上一个系列 这一个系列的上一集啦 哎呦我们在乱了真的是 上一个集啦 这个系列的上一集 我们其实讨论了你到底去住饭店到底是为了什么 那很多人是为了浴缸 因为家里没浴缸 这合理啊 就是你要求的东西 你想要的东西不一样啊 对 但你可以许愿 但是饭店不一定会达成 没办法达成 他会听啦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 或者是解决你的问题 或者是你许愿许太多了 就是游泳池啊 他辨不出来啊 对你许愿许太多了 你可能就他听到可能没办法 所有东西都帮你许愿 比如说我跟你讲 我跟我许的愿就跟人家不一样 他就很开心 你许什么愿啊 我说我不要看柱状物 我要看飞机 上次去台北的饭店的时候 对我要看 我不要看柱状物 我讨厌看柱状物 对 其实要面机场 对我要面机场 给我机场 因为大家说喜欢看柱状物 所以他就很开心 那以后我就帮你都安排在 面机场这一面 对 所以你要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 然后你再去选择你的需求 因为其实在我们社群里面 也常常发生这个问题 就是说 饭店 每次都是这样 然后我其实很难去帮他找到一个 适合他的level 我觉得是 以后可能要问饭店 你要续续要详细一点 没有我们直接以后开Google表单 让他用甜的好了 你要问试是吧 今天要问试 那请取号码牌 那然后我知道了 饭店住房诊断表 你今天带的是小三 今天带的是女朋友 还是可爱的小孩 可爱的小孩 还是不能行走的老人 对 之类的 好 然后呢 是不是很胖呢 我是 对 好 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是不是不好睡呢 这样子 对 我讲那个例子嘛 就是最近其实这两天社群又跑出来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 那个表单 设计好可以卖钱 真的 饭店资讯服务 好 然后呢 他提出了说 他希望是价格以内多少 然后几个人去 要怎么 但是他的范畴还是太大了 我看完我也 你答得出来 我还是觉得蛮厉害的 因为他给我价位的这个设定嘛 那我只能用价位去帮他做搜寻 那你看我后来又问了几个 你要不要早餐 你要不要什么什么 然后他才讲出来说 我不要太久 我不要怎样 那个以后问题真的收集下来 真的填表单 对啊 以后填表嘛 不是 很多人的状况是 你没有经过这个一问一答之后 你没有办法 知道自己要什么 但是问题是 我们已经问到曾经 我们被问到曾经了 对 比如说要不要开车 有没有停车场 这也是个问题 你开的是大车还是小车 对 你的车有没有那个2米1以上 这样子 这个真的很好笑 对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的细节 那你要的跟我要的不一样啊 我觉得比较多人无法理解的是 你要的跟我要的不一样 因为 好 今天 我跟你讲 我选择的饭店 我基本上没有花太多时间 犹豫的犹豫的犹豫的状况下 对我也只问你 你要不要累积防腕而已啊 其实不是 我脑袋闪过去的那个画面是 这个价位你选择自然挑的那一间 虽然离我要去的那个酒吧很近 但是那一间的床 不行 不行 我都不行的你一定不行 对 其实就是说我们可能会挑出几个你想要去的景点临近的饭店 但是你马上可能就会跳出来说那一间的浴缸不行 那一间的行车厂不行 那一间的床不行 那一间没有行车厂 对之类的 有啦有啦旁边有一点点啦 但是只有三个 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了解你的需求 因为当你住越多的时候你就会知道你的需求是什么 你永远都是开车去饭店你永远都要睡比较好的床你永远都要记忆着 我认真我们来讨论一下那个表单 好啦先把这一集录完我要睡觉 这个是很重要啊 好OK 然后所以呢当然我们想要特别讲行政酒郎的意思呢是 他只是一个影子 他只是一个要影 我们想要把这个议题抛出来我们去讲后面的事情 第一个是你在台湾看到的饭店样貌并不见得代表世界的全部 一定不是的啊 我还记得非常惊吓到的 惊吓 惊吓到是在这个系统的香港的某些酒店 然后他我一check in就说 Mr.Lin 你要讲香港话你不能讲那个马来西亚的 李先生那个你可以去打厅的酒郎我们请你喝一杯 然后那个那个我们的职班经理等一下会跟你过来质疑一下下 你为什么你做错什么事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那你会不会当下很紧张 不会这种状况下就是要故作镇定 要把名片准备好 不用 人家会拿你的名片给你说 李先生我是谁谁谁 有什么问题可以找我 他只是要来跟你质疑一下 对因为你是第一次来住我们饭店 哇哦这个服务好棒哦 对 但如果你赶时间的话 他会问你 他会问你 你是不是不赶时间的话 你大体就 那万一他今天来一百个 他就要来 我那时候的那个等级是我现在这个等级 我又一度有冲上去过 好 对所以那时候的那个状况下是 应该是他们这个饭店香港方啊 他想要对西客人 ok 因为选择太多 他要保留住客人 对因为他旁边很多竞争对手 香港的饭店本来就很竞争 很竞争的状况下 他为了争取这个客人 ok 所以他做的这个额外的服务 哦这个是额外的服务 有可能是额外我觉得 因为后来 再也没有发生过这种事情 至少在台湾的没有啊 对 通常经理出来都是有出事 对啊 所以我刚刚说你发生什么事情啦 我没有什么事情 ok 所以我们要讲的是 你现在此时此刻在台湾看到的饭店样貌 可能不能雷同到 或者是类推到世界各地的经验 或者台湾给你什么 你到世界可能就会拿到什么 那可不一定 不一定游戏规则请你不要剪下贴上 而且 复制贴上 剪下贴上 他是剪扎吗 他是复制哦 他那是复制哦 复制贴上 复制贴上的状况下 你等一下 你会踢到很多铁板 你会发生很多的冲击 对 然后你会需要很大的修正来把你三管导正 哈哈哈 因为有时候他是用会员等级 但是有时候他在最顶级的那个系列 嗯 他会直接做排除 哦 会员等级拿得到的服务统统拿不到 你必须要真金白银 这是因为 听得懂 我懂 就是这如果是这样同类型的 嗯 等级的人越来越多的时候 对 他就必须做一个筛选 这样 假白一点 就是一分钱一分货 对 因为这个叫会员权益嘛 对 那他享受了某些权益的人变多的时候 其实这个捷径昨天有跟我讲 像如果用点数换早餐 这个都等于是免费的嘛 是啊 那如果你 你这样讲 你就差不多 什么系统就出来了 没有关系啊 我们有讲名字 对 那个你在听的那一位 嗯 我需要知道你是哪个单位的 哈哈哈 他会不会是点CN 哈哈哈 我们都是在点CN的 我们这边是 这一区是点CN负责的 我知道 哈哈哈 我不管你点哪里 你既然跟奶茶打招呼了 你也跟我打个招呼 好歹我是叉叉哥 他是 对 点CN哥 哈哈哈 好乱哦 大家会不会觉得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要讲什么 没有人听得懂 这样子 好 我们把刚刚那个议题讲完 就是呢 用点数换早餐 其实对饭店方来说 他是 等于是说 他提供给会员的一个福利 对 呃相对的 他就必须 多花一点饭店的成本 他就是成本 任何 在饭店看到的 任何一个小服务 包括多给你一个枕头 包括多 开床要不要成本 要啊 要 你要印那个小卡 也要成本 我后来才知道那个 有些饭店是有印刷房的 对 没错 然后如果他不是用印刷 他是用手写 那也要时间成本啊 通通都要啊 时间也是成本 大家一定要记得 卡片也是成本 他放水果在你房间里 也要成本啊 哦 那一间在大溪的供的好多 哈哈哈 是水果栏 你要把那一张拿成照片 我告诉你 水果栏 水果栏 那一间是水果栏 他应该是看到我脸色很臭吧 哈哈哈 那个那个 那一一号房的林先生 他脸色很臭 你水果多放一点 哈哈哈 我怕他等下客树 你要叫他记得不要放香蕉 哈哈哈 真的是 好 所以这个是成本的部分 对于饭店来讲 他想要keep住这个会员 他就要多花一点心思 或多花一点成本 再次讲强调 人力也是成本 你看不到的东西 都还是成本 对 那饭店要不要花这个成本 取决于你对这个饭店 有没有贡献啊 对吧 这个就是啊 其实现在会员系统 都那么畅通无阻 Open 就是你打开 哦 这个人 那个林杰西 啊哈 在本饭店 贡献有多少 贡献了零块钱 哈哈 在本系统贡献了多少钱 OK 所以你check in的时候 他就会跳出来了 对不对 你没发现 他的系统是英文的吗 对啊 这个系统的所有饭店 都是用连锁的那一套 然后是 是英文 全世界都一样 不是全世界都一样 连锁的这一间 都是用同一套 对啊 我的意思是说 对 全世界的这个系统 如果你是那种台湾本土的那种小饭店的话 就不一样 对 他是手写的 没有没有没有 他会写3月11号 不是 台湾有本土的系统开发商 开发饭店专用 啊 我知道 就大家都长一样 都长一样 就那几套了 嗯哼 对 我还知道是什么长生 好 不重要 哈哈哈 不重要 好 来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我刚刚其实Open 你有讲了一个议题 你不要去每一间饭店打开 就问他说你又没有行政酒了 或者你有没有 不一定是行政酒了 你说你有没有 叉叉叉叉叉 对啊 他不一定会有 包括他有没有餐厅都不见得会有的这一种 对 像这间饭店 他就不是餐厅 嗯 那是酒吧 他是酒吧 然后他的餐点也是用酒吧的空间去做延伸出来 这个系统的固定就是这样子哦 你走到哪里基本上他就是不会有一个我们所讲的那种桌菜 呃圆桌的那种餐厅 对对对对对 对外 他对外营运 他这个酒吧有对外营运 但是他的酒吧其实是整合性的 对 他提供了住客的 他就不是以吃为主 他是就是酒吧或 提供一些小饮品 对 然后提供一些饮料 提供你一个休闲的空间 但是他的中高阶的餐 中高阶的饭店 他的哥哥姐姐们 对他哥哥姐姐们 他有规定说要几间餐厅 一定要几间餐厅 或者什么中式或者是中式西式都要有 甚至有些有日式 对 是 所以如果你有这些需求的时候 你来选这个等级的饭店 这个品牌的饭店 那你就是整死你自己 因为他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让你方便去去选择跟寄 他的确这样子的 因为他的品牌太多嘛 所以真的有点难记忆的状况 现在其实 你应该要住到一个程度 你才知道 我的状况就是 我会反射性的 就是他不有餐厅 我们出去吃 对 我们可以住到这个饭店系统里面 相对比较高的等级 但是我们就会去想说 那今天可以在这里吃 今天可以不用出去吃 对 但是如果像我们今天 我们就可以试一下那间的餐厅 怎么样怎么样 对 但是像我们今天住的这一个等级 那我们就会有一个备案 对 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吃什么东西 这样子 我们那不是备案 那是主案 那是主案 对 然后还可以讲说 早餐还OK 就普普 那我们就去吃什么 这样子 那牛肉汤 对 你去选择一个地方的住宿的时候 那你不要因小失大 或者是把负的变成主的 其实你应该去想说 我们是因为on the way 我们要北上 然后所以我们到这边住宿几个晚上 对 这附近这个城市里面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那我们就 那是附加的 对 我对这个饭店的唯一的最大的要求就是 我要可以睡 然后你要有暖气 暖气我有带电坛 所以暖气不是必备 因为那个接下来那间饭店是没有暖气的 哦 好 但我有电坛 OK 好 再来要刚刚接续你这个话题 你说我要好睡 台南的民宿或小旅馆其实很多 有特色的旅馆也很多为什么你不去选呢 我睡过 不行 那个床 哪一间民宿会用到这个等级的床你跟我讲 除非他特别讲 对 他用的都是高级被拼 我有一间可以 对 那间是真的要睡过 这就是连锁饭店的特别的支出 就是说 你不会对他床会特别的失望 你就知道他的床大概等级到什么程度 所以也不会差太多的意思 对 OK好来再来呢是下一个要讲的是你要去尊重那个饭店或那个系统的游戏规则 好 我跟你讲这个游戏规则太多了 所以他们会改来改去 也是滚动式啊 规则的部分会因为市场状况或者是因为住客的使用状况而去做大幅度或小幅度的调整 但是这种在系统里面的他一定会有一个魔法在那里 对他一定有魔法那你就去问清楚也不用强求也不用翻说 那我觉得是说有事情有状况请你当下好好处理 譬如说卫生纸为什么烂烂的 你太直接了 我只说卫生纸为什么会烂烂的啊 对你有问题请你 就直接换嘛 直接换 这个换卫生纸很难吗 对那你有状况你要让现场的负责的那一个人知道有这个状况 对譬如说这是房屋的问题 你会介意的话你当下就讲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会po社团 如果你现场有解决那我觉得OK 那你只是跟这状况就是我不喜欢的东西就是你住饭店 你是要为了自己住的过程当中是舒服的 你不要有情绪然后你不要累积 对那你不用退房的时候才说这个不行 你当下就可以处理啊 譬如说你觉得这个房间的灰尘很多 像我们第一天进来有一点灰尘 然后呢 其实我当下 没有啦是因为我能太高 会摸到一些很奇怪的地方 你不要乱摸 对我跟你讲 我做那个秘密课很厉害的 那个CN你可以找我做秘密课 点CN 他要点 对他要点CN 你不觉得我看东西看很细吗 对那杰西有他的坚持 譬如说像那一天我们发现的有C to C的那个街头 然后他就会觉得 欸居然有 太不C了 对啦 我会说C to C 好他就会说 欸居然有那你就会有一个小惊奇 但是像刚刚讲那个清洁问题 如果你发现他清洁不干净 你有介意 请你马上立即处理 去处理 要嘛就是自己擦干净 嗯 你能接受的那种 只有一小块的没擦干净的就算了 嗯哼 就是你自己过不去的话 你不要跟自己 不要忍 不要忍 但是你要讲 你要客气的去提出你的需求 像我如果像刚刚那一种状况 我觉得他们需要知道的话 对 我会跟他们讲 但我会自己擦干净 对 然后我就会跟他说 你们这个清洁需要再加强一下 但是我已经擦完 对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说 我可以自己处理的 我处理 那我觉得有必须要责成他们房屋人员 或者柜台人员知道的事情 嗯 我还是会给建议 但我一定会 但是 但是我必须说 他的确 不知道是因为有骂有差 你骂了什么 我没有骂 我是说这个 我刚刚讲的 饭店的那个房屋 或者任何一个人 要提醒啊 人员的养成是很花时间 对 那就是SOP还没建立嘛 那感觉是 现在我们住的状况是 他清的还蛮细的 而且我们是联博嘛 我们是连续住三个 对 连婆就去日本讲的 我们是连续住三个晚上 嗯 然后当我们昨天进房的时候 他已经第二天整理好了 他连 今天早上才快好不好 我们才出去喝个牛肉汤而已 回来就好了 对啊 然后他其实是有把我们散乱的状况 稍作整理之外 我们很炸开 真的 就是 I'm sorry 如果你是清洁到奶茶跟解析的房间 我们真的蛮sorry的 不要 他只要 我跟你讲 你只要动那个床 整理床 然后补毛巾 就好了 他处理衣服 补水补水 水也很重要 对对对对 好 但是他我要讲的是 我去上厕所的时候发现 他居然把那个水龙头 面板全部擦过一次 是亮的 是把水渍都有稍微清掉的这一种 然后洗手台 他不是只冲过去 他还帮他擦干 然后把那个落水孔压进去 对啊 我觉得 可能这个在他们标准流程里面 但是你就会觉得 他有在做事啊 我们看看下一间会不会 没有下一间 下一间只有一个晚上 我跟你讲 检验一间饭店又不用心 千万不可以只住一个晚上 嗯哼 这是真的 你看我很多都是住两个晚上 我就是要看他第二天 他补了什么 然后他清到哪里 对 然后你说他今天把你的卖卖 在隐藏的地方也收走了 这样 麦当劳垃圾 垃圾袋 他应该有确定里面都是垃圾 而且他还把你喝完 喝一半的茶杯 盖上了杯垫 好 那另外一个游戏规则我要特别讲的是 你记不记得我们有一次吃那个某一间的中餐厅 嗯哼 那我说有折扣 但是他现场说没有 啊对 然后我就说好没关系 呃我上面看到是你们在那个清单里面 ok 然后你问一下行销那边 就是分 问他们上头 呃他们可能分层负责的人是不一样的 对 去查去 如果有的话 那我再下来重刷 ok 就好了 嗯哼 就是你不用急 然后你不用那个担心这些东西 呃他们可能 我没有要抱怨的意思 他们可能有担心说 欸是不是哪里有出入不一样 来造成客人权益的损失 因为那个状况我猜啦 就是老大妈妈 哎他们把他纳进那个七折折扣的 但是小朋友不知道 小朋友不知道 哈哈哈 好那后来确认的状况是 有折扣 ok 所以你只要委婉的提出你的质疑 让他去帮你查 确认就好了 但因为大家都服务业 不需要吵闹啊 女人何苦 来女人 不是啦 我们来放这首歌 哈哈哈 可是38已经过了 我不管 哈哈哈 对 还有五月 母亲姐 哈哈哈哈 那要唱我母亲像月亮哦 母亲像月亮 好 这个意思就是说 当你发现权益有不一样的地方 你也不用生气 这不用到动作 提出你的疑问 然后问他说 呃是不是我哪里 有舒适 或者是我理解哪里错误 对 因为饭店方案太多了 可以使用哪些权益 哪些权益 哪些餐厅 有没有含早餐 哪些方案又有什么 其实是很大 你可以给他看到你看到的资讯 所以我都会建议你在订房的时候 你把那个画面截下来 或把那一个清单列出来 这个东西是提醒你 你那个要自己做功课了 嗯哼 你没做功课你再去 对你不要买了以后 什么都不知道 啊不是有什么 啊为什么隔壁那一桌有什么 我都没有 为什么 为什么都有那个胶囊咖啡机 我没有 哈哈哈哈 我又不喝 没有关系 我家有啊 不是各位朋友 我也不知道大家对胶囊咖啡机的那个梦想是在哪里 嗯哼 现在非常便宜 一台大概三千块就有 对我刚开始买的时候一台要 七千块 对啊七八千块 我跟你讲 他日本买更便宜 反正他也没有找我业配 他找艾尔文业配 哎哈哈哈哈 有没有听到 哈哈哈哈 不是 那他找我业配 我跟你讲 胶囊咖啡机好用的地方是 他不用洗 对啊 我个人还蛮爱胶囊咖啡机 我也蛮爱的啊 因为他早上起来的时候 现在是业配是不是 哈哈哈哈 没有 本集没有任何业配 反正呢 这个胶囊咖啡机现在真的没有很贵 但是我跟你讲 你不要买那个胶囊是塑胶的 那个会有塑胶 好 那就是题外话 哈哈 不是啦 是要讲说 其实有胶囊咖啡机 你也不一定会喝啊 不是每个房间 因为胶囊咖啡机 其实在国外的饭店来讲的话 他也不是标配啊 他也不是标配 然后呢 某一个品牌的 大家很喜欢 他可能就是因为 行销预算比较高 就艾尔文嘛 哈哈哈哈 为什么 艾尔文现在耳朵一定很痒 这样子 他如果真的有听的话 他会跟我讲 哈哈哈哈 好 所以呢 这个 有没有胶囊咖啡机 其实对我来讲 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习惯喝某一种咖啡 或我 其实三合一就可以 或我小七就可以 或我楼下早餐 我就可以的这一种 但我要讲的是 那咖啡机 有些是分 比如说行政楼层才有 对 部分房型会有 或某些楼层会有 所以你也不用去炒 炒了你也不会喝 也不是炒 就是说 有人家里没有胶囊咖啡机 嗯 但是他硬要把那个胶囊带回家 那他要怎么喝 你告诉我 戳破 戳 冲热水啊 我跟你讲 那个品牌的 江南咖啡还有分两种 嗯哼 有些饭店买的是商用的 它不合规格 它是一个扁扁的圆形 对 那一般家用的是一个 一个像小杯子这样子 小杯子 然后可以套到那个小指头的 那个手指头 那个size OK 一个是扁原 嗯 对 那你只要看到那个扁原的 你不用拿 因为你家也用 没有办法 对 你家没办法用 因为那是商用版 OK 可是我跟你讲 欧洲是用那个商用版 对 欧洲都是那个商用版 台湾也有部分饭店 是用那个 没有错 对 反正就是 不一定是标配 也不要什么都拿 你要想说 嗯 你那个房间里面 你会带回去的东西 像我现在住饭店 住那么多 那有一些小杯品 它其实拆开就要使用嘛 不然它就丢掉 我带回家以后 我现在也都没有用到 我现在只有想到 是会带牙刷 刷牙刷牙刷牙 然后你知道 因为我最近要搬家 所以我老公打开 那个柜子以后 他就说 你也拿太多了吧 我现在已经丢了一大包 我现在都不拿 因为我现在老了 我只用我自己喜欢的 对 不是因为你现在拿了 你之前拿了 根本都没用啊 没有用 然后它会坏掉 然后 你知道后面拿什么 啊 针线包 因为我裤子会破 哈哈哈哈 这是铁针针的 不是嘛 你就拿 你会用的就好 什么都搜刮嘛 我现在不会拿 真的不会拿 那干嘛人生那么多 人生已经够苦 我必须要这么多负担 对啊 而且你看我们两个 茶都是喝自己的 饭店茶一定没有我们好 对啊 当你到使用过一定等级 或一定品牌的level的时候 嗯 其实搞不好你的生活品质 都比饭店还要好 是啊 那你为什么要去拿这些东西 对 当然必须说有些饭店 有茶包 它是好等级的 蛮用心的 对 对 但是有一派的人 他们会说 啊这就我付钱的 为什么不能拿 你可以拿 你可以拿 但是你不要浪费嘛 你不要浪费 可是你要用啊 对 我会这样建议 你用得到的你才拿 是 你拿去送人都好 但是你不要 拿那些回去当垃圾 不要 然后就丢垃圾桶 对啊 那更浪费 更浪费 好啦 有啦 那个牙膏会拿 牙膏会用啊 对啊 牙齿要刷牙 对 然后牙刷我还 那个会带回家刷 就是我刚刚讲的 刷鞋子啊 刷马桶 不行 那个太 太软了 不是 鞋子有钻优的刷 OK 鞋子要用那个麻毛 你太龟毛了你 怎么样 怎么样 凡事都是讲究啊 讲究了才会细致啊 要花时间啊 才会有质感 你知道吗 你刚刚那个饭 看太多了啦 刚刚还有句名言 你念给大家听好了 他说 本来好东西 就是要复杂的 复杂就要花钱 跟花时间 一定是这样的 重点叫用心 很像姐的油饭 我以为你要说酱油 本集也没有业会酱油 没有要配啊 那个发票开过去再说 乱来 好我们把它讲完 好来 所以呢 就是他有游戏规则的部分 譬如说 刚刚杰西讲到的这些之外 有的是连小孩都不能进去 或者他行政楼层 根本不给住小孩 或者他整间饭店 根本不给住小孩 有很多 你住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最好问一下 有些饭店不会有小孩的备品 对 这个你要特别注意一下 你是你订房之前先问 询问一下 会比较好一点点 然后 我这个要丢一下 好 你说 给你丢 你小孩习惯用那个品牌的 你就自己带就好了 你为什么丢人家饭店 不是那个品牌的 没有A品牌的什么 没有B品牌的什么这样子 对啊 你小孩有那么脆弱吗 只要用到另外一个品牌的消毒机 就会拉肚子吗 这个我也觉得有点夸张 那消毒机会不会一样吗 它没有紫外线 紫外线自己带灯啊 我跟你讲 你自己带灯 那个25瓦的 都比你那个里面那个小灯管 来的强好不好 对 我自己有一根好不好 其实这个议题是要说 如果你这么保护某些孩子的状况 那其实你根本就可以不要出门了 因为出门什么都是改变啊 或者是说你那么习惯要用那个产品 是 你就自己带 自己带 都自己带了啊 自己带啊 可是我不知道有一派说法是 其实小朋友也要接触到外面的病毒吗 细菌 这个就看个人 我是觉得 这教育方法不一样 我觉得没有对错 那就是不要占这个 以我觉得啊 像我讲痘痘好了 痘痘是那种不可被改变的亚斯伯格的小孩 所以所有东西都要照他规则 然后习惯不能动 都不能动啊 香味也不能动 时间也不能动 吃的东西也不能动 那他不是现在就累积越来越多东西了 没有啊 所以我从小因为知道他这个毛病 我要让他去接触外面的世界 所以我什么都改变 他不会用他自己习惯的东西 他不会住他自己习惯的床 那可是他现在就可以适应世界很多的变化 那还好 对啊 所以这个是 但coco已经回不去那个橄榄油 对 所以 OK 这个就顺便讲到 他必须要自己带他要的东西 譬如说他对吹风机有坚持 那他就要自己带啊 那自己要带 难怪打包现在比妈妈好 对 他很会打包 然后他很受不了妈妈的打包 打包方法这样子 OK 好来 我们往下走 讲完了 胶囊 对 想到行政酒囊 讲完了胶囊之后 我们刚刚其实也特别提醒到 你不要把行政酒囊当成是一个buffet餐厅 是给你吃到饱的这样子 你一定要记得 有时候 你星巴克 咖啡都比他好喝 真的在台湾要喝到适合我们两个口味的咖啡也不容易啦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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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星巴克就可以了 我7本也可以 我7本咖啡因 那个他现在有浓的萃取的时候就是单纯需要咖啡因的时候 OK好这个是提醒大家的部分 好嘴叼的两个姐弟 哈哈哈 然后呢 讲完了这些之后 特别要再提醒的就是不管是像是刚刚杰西讲了在开会的时候跟我讲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以前刚开始有信用卡的时候 大家都是普卡 哦对对对那个年代 然后那时候金卡金卡就可以升比如说北高的商务场 嗯哼哇好棒 好棒 然后呢 然后呢 后来就大家都是金卡 没有大家都是白金卡 哈哈哈 有没有你记不记得那个年代是白金卡哇 对然后那个你使用什么服务的时候小姐不好意思你是普卡不能享受这个服务 现在还有普卡吗 没有 哈哈哈 对啊现在都那个白金起飘啊白金以上都是premium的那一种 但问题是现在的你要额带的那些服务 就是说以前白金卡全部都有什么机场贵宾 机场免费停车 贵宾 机场贵宾 现在都是可能都要移到高阶的更高阶的预席卡之类的 对或者是有年费要说年费的卡片 世界卡黑卡之类的 世界卡他叫世界卡吗 有些叫做世界卡 我忘记我那张叫什么卡 嗯哼 反正他们有很多种称法 那因为市场在变化 使用信用卡的人越来越多 你是老板其实你会看说谁对我有贡献了就这样子而已 对其实就是谁使用的几率高 然后谁的贡献多 这个就可以扯到那个航空公司在升等商务舱的时候 他在排序的时候今天有五个人可以被升等 嗯那他的选择是什么 第一个一定是谁常常搭嘛 是啊 然后谁花最多钱嘛 或者他是哪一个哪个懂的小三啊 他会写吗 A懂小三 B懂小三 没有他会写VVIP 哦VVIP 不会写小三 哈哈哈哈 好OK 你都不懂 我不懂啊 这不是我的世界 而且那个你有没有看那个谁是安娜 你没有看 我没有看 我们也在看电视的啦 他们纽约啊会有那种什么 特殊的database 然后就只要你进去之后你就行走到各地 游走到各地那个那个比如说什么pop啊 然后就可以直接快速通关 好棒哦 那次就是那礼品服务巧进去 你礼品服务真的很恐怖 金钥匙吗 是金钥匙 OK 对金钥匙可以帮你做事情很好 这就扯多了 好这个就是在市场变化之后呢 他们会游戏规则会改变 然后再来是你被选择的几率 或者你被选中的几率 也会关系到你到底对这个公司 或对这个产品有没有贡献 对啊 他要在生理 一个是第一次来住的 第二个是 如果你今天看我是 比如说是上个礼拜才好来住 看我的生理 有可能哦 对啊 而且还会喊你林先生的 林先生又回来 欢迎回来 他不会讲说你又回来 他说欢迎回来 OK 对 他就是有一些礼遇 那现在电脑系统那么明显的 嗯哼 我跟你讲连刷卡都会你知道吗 嗯 你打基金客服中心 他会给你一个 他其实会有一个积分 嗯哼 那今天银行就不讲了 哈哈哈哈 有些人是负分的 哎 为什么他常常不缴钱 不是啊 他用很多服务 但是刷卡金额不够啊 哦 所以他就会关系到 譬如说会有一个打分数吗 他就是衡量标准啊 一把尺 嗯哼 只是那个那个尺会长什么样 每个系统每间的状况都不太一样 对 然后还有那个妈妈的尺 妈妈的尺 跟自己的尺 哈哈哈哈 有没有 对 对像这个业主 业主也会有自己的尺嘛 OK 然后就业配哪一支尺 哈哈哈哈 铁齿 打下去很痛 哈哈哈哈 乱来 好所以呢 这一集其实要跟大家讲的是 你现在看到的样貌 有可能是市场生存策略 竞争而下 他必须要活下去 因为疫情嘛 没有国外的客人 这些饭店为了要活下去 比如说 炒饭嘛 杀戮战争啊 价格杀戮啊 就是2399 2799 2899 我觉得现在是饭店是不正常 现在不是常态 绝对不是常态 因为第一个是 它的质感没有出来 我讲质感没有出来的是 比如说 不是针对这一间饭店 而是整体饭店的状况 因为质感要出来的话 行政酒廊 做到极致是 其实你人种进去 因为通常会报个房号 但是你一往座位区走的时候 林先生欢迎回来这边请 就是代位的人员 已经接到无线电 人家pass讯息说 那是林先生 然后怎么怎么 他喜好是什么 要帮你倒杯咖啡嘛 这样子 极致的服务到这种 好那我要分享一下 今年我去的一个行政酒廊 我其实有点 那个哦 我其实就遇到你的那一间 嗯 我其实有点shock 就是 的确 这样的行政 惊吓的吓吗 对 不是惊吓 的确这样的行政酒廊的服务 才是我心目当中 水准以上的行政酒廊 真的吗 他在 我要骂你 为什么没带我去 因为你在当解析阿伯 在大道成 我可以去 然后再去搭阿伯 哈哈哈 立刻换装嘛 好来我讲一下这个行政酒廊的样貌好了 嗯 好 他基本上是 不给小孩进去的 所以他那个楼层也不给住小孩 他这个房基本上就是相对安静的部分 他其他房可以住小孩 对 一般房可以 好 然后再来呢 他check in check out 在行政酒廊是很基本的嘛 废话 这不是废话吗 没有 哦 某一间饭店他不是这样 真的吗 对某一间饭店他会跟你说 因为行政酒廊的楼层人很多 你直接在lobby check in 真的假的 我等一下再问你哪一间 好 OK 在我check in的时候 他就直接先把我的行李接走 然后带我到位置上 所有的程序都是在我的位置上办理 那你的位置上代表是你没有坐到柜台 我不用坐柜台 你是坐在沙发 坐在沙发上 我跟你讲哪里也是 日本的王子 日本很多饭店也都长这个样子 然后他就会先端来一杯气泡水 迎冰饮料 对或者迎冰饮料 或者有泡泡的饮料 什么鬼啦 我不想下金语嘛 刚下啦 OK好 对啊 你可以尽量讲啦 香槟啊 这一种酒精性的饮品 或者是什么 特别的 只给你welcome drink的这一种 对 然后上热帽巾 然后直接就是跪在你旁边 开始签这些东西 介绍你所有东西 OK好 你进到房 他还要带你进房 我跟你讲 台湾饭店已经很少 带房 带房服务了 超少的 带房之后呢 他还会特别提醒你 因为他们就说他们自己是管家了 所以他经这一个晚上的住房 到你退房为止 有任何事情直接拨给他 他有一个专线给你 好 他不用睡觉 我也不知道 但你不会吵他啦 因为他其实都已经讲得很清楚 是 在我就是离开房间 要走到行政酒廊的入口的时候 直接我也不用报房号 那个柜台人 你认脸了 你是刷脸了 刷脸了 他直接站起来说 林小姐 我们三点的小点心已经开始了 然后我带您入味 因为他其实刚刚就有问 我说你习惯喝咖啡 还是黑咖啡还是拿铁 然后你习惯冰的 热的 他所有需求全部都问得很清楚 所以在我进去做好之后 他说那您现在要来一杯热拿铁吗 已经寄好了 已经寄好了 你根本不用动手 也不用动嘴巴的这种 这才是比较贴心入围 极致的服务 但是问题是 他真的花时间 而且他也很花钱 因为他要记住你 然后你几乎在这 他一定要记到系统啊 对 然后你在这一个住宿的时间里面 你完全不用再讲房号 因为你知道吗 有些人就是 我明明有这个权益 但你去到那里 没有 系统上没有 或什么没有的时候 我其实很讨厌报房号 我也很不喜欢 因为我今天报 差点报到昨天 对 然后当他记得你的脸 然后他就会 譬如说他送你离开的时候 他是记得 然后他就会跟你小聊一下 我跟你讲那个林杰西 那么大字 那么好认 你还记不得 哈哈哈 所以我说这样一个 是真的有一组高雄 我在高雄的时候啊 有一个工作人员有记得 嗯哼 对 那你就会觉得这才是一个 你花了这个价格 来使用这个地方 或住这个房型 你会得到相对应的价值 但问题是 你如果人很多了 就好像他根本没办法记 这倒是真的 这个当然不苛求 但是我要讲的是说 这个印象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那我必须说你那种状况下 其实真的要细致服务的话 那人呃 他们会讲求旅客对于 那个服务人员的比例 嗯哼 他不能太悬殊 当然啦 对 他如果太就是 比如说一个客人 呃你要讲的应该说 譬如说假设以我那个饭店 跟楼层为例的话 是不是一个管家 然后他可能服务三间房间 对一比三 嗯 这样的比例 对他不是一比二十 嗯哼 或是这种 我举例啦 他也记不得 因为每天的人那么多 他没有办法记得 对 所以这种好像是没有办法提供 那一种细致的服务 但是有些小饭店 比如说像 能讲名字吗 好这集都不讲 哈哈 你自己逼掉 比如说明权的某一间饭店 是 对 他就 他就会记得你是谁啊 OK 那就是跟各饭店的要求 跟素质训练有关系吗 那我们只是在讲说 像这样行政九郎的服务 到哪里 旅客的心态 其实我都会觉得 用宽广的心去面对啊 不期不带不会有伤害 多的都是你得到的 对 那人生真的要不得到 要不学到 但是你要胜选 我不需要说的是胜选 因为现在市场状态 就不是正常的样貌啊 对 而且这些旅游业的朋友 也很辛苦 然后再来啊 饭店业不是正常样貌 旅客也不是正常样貌 对吧 我们要公平一点啊 是 没错 对啊 因为饭店也很辛苦啊 那 因为他们现在就是 正常的那个量 没有起来嘛 因为很多都是要靠 观光客嘛 是 那但是我们没有 国外观光客 现在 对 在这个状态下 他其实很多服务 他的人员比 就得拉起来 可能一个人 一个员工要服务 一百组客人 其实这是相对的 我觉得这个可以讲 就是说有的人就会说哪是 那他饭店就开这么多房间 他就要服务这么多人 国内观光客跟国外观光客都一样 但你要想的是哦 你不可能 比如说为了周末那种全满的状态下来 然后养 养那么多人嘛 那平常人都在那边 落在那边没事 对 所以这是不正常的状况 再来是 当正常开放观光之后 台湾的几成的人会出国啊 那他再来吸收这些国外的客人 变成一个平衡状态之后 他才知道说我开这间饭店一天 我必须要有多少个人员 来服务这些人 然后评价就是比较平均的 住客比例是比较平均 因为现在我们讲样貌不对的原因是因为 我相信大家朋友的状况就是 在周末的时候 你会发现那个房价报告 有没有 就是现在台湾的状态就是周末很贵嘛 周末很贵 然后周末进房 check in都要大排长龙 对 甚至那种连续假期都可能要等很久 然后再来是早餐要分时分流去用餐 对 你要想说 饭店为什么会就这样子 就其实就是他 成本嘛 成本嘛 那他既然没有办法 他要生存下去 他就必须要做出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他必须切割 因为这样说 当现在疫情状况之下 然后他必要生存下去 他就必须把房价降低 让很多人都愿意来住 但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要求一样 然后再来是他这些工作人员 他可能裁掉三分之一 对 本来是1比3 变成1比5 1比7 甚至1比10 然后有一些人员可能是来不及训练就上场的 这一种 就不够细致 对 那所以 我觉得当然你可以去找这些相对便宜的房型 你可以住到很好的饭店 但当你斜着这一个牌架去住宿的时候 尤其是你知道你自己占的便宜 你觉得好便宜哦 你就不要太要求他的住宿品质 或者是服务品质 因为今天五星级饭店不会没事就降到两千块 不会啊 对 他一定有原因的 应该说台湾本来那个市场 哎不要你想想看哦 这些饭店他用了这些国外的品牌 他还要付授权金 是啊 是这样没有错啊 然后包括像我们回到我们住的这个系统里面 其实大家很喜欢 但是他中间还过了一手他要付很多很多的钱 嗯 不然新竹有某一间饭店 他就离开他那个系统了 对啊 嗯 为什么 因为他就自己做自己品牌的饭店就好了 他算了算 他可能 他确定他有稳定的客源 嗯 因为通常这种联组品牌好处是 对于饭店方 他可以确认他有一个基本的客源 对 因为他就上系统嘛 国际客会特别挑这些 他有在累积的会员 作为优先选择 对啊 然后他习惯嘛 就像杰西他习惯 他世界可能尽量都可以找这样子的系统的服务 嗯 然后他不用太多适应 他又可以有一些小小的优势的时候 嗯 他就会选择 但是今天饭店他可能觉得 哎 国际客不来了 我没有这么多的需求的时候 我先做回自己的品牌 是 把那个授权金先拿下来 先放掉 对 他还可以营运下去这样子 对 这个是饭店方 现在这个生态 他们会做的一些营运上面的考量 OK 好 来最后呢 这个系列其实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没有什么对错 也想要展开世界的样貌 让大家知道 就是说像行政酒廊这种东西 你真的不要期待你会吃到饱 那你吃了炒饭你还要喝四身汤的这一种 我觉得他本来就不是给你吃到饱用的 然后你还去嫌弃他为什么没有一直加菜 嗯 那你把它当餐厅了嘛 你放错位置 对 对 这一集呢就跟大家聊到这边 虽然面炒得很激烈啊 但是中间 我们不吵架的 那我一直忘记今天是不吵架的这样子 好这个就是跟大家稍微分析一下现在这个市场的状况的样貌 然后这个行政酒廊只是一个开头 是一个讨论的一个点 但是问题是台湾饭店现在是这样子一个不正常的一个状态 我希望他们也会很快的结束 因为迎来的是开放边境之后 更多人来台湾观望 我相信也很多人是想要来台湾玩 认识台湾也是要这样子 对 好 我们这一集就聊到这边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透过奶茶或解析大叔的IG或粉丝团 来跟我们互动 有什么大家很爱的悄悄话 那就留吧 那就留吧 你们喜欢笑话话就是留悄悄话 都不给我台面上留的 他们不公开 好了 非常好 那我们尊重你的选择 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我是解析大叔 我是奶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